既然有人问多多是公的还是母的 这不一眼就能看 我去 算了我给你整个美少女计划 这一步从外面吧我开始 别怕呀多多 这我理发师莉莉也剪得最好 你能帮我俩剪成那种清澈愚蠢的感觉吗 别说你剪的还真挺好看 但我这个 第二步 打造公主房 剪得太可爱了吧 你看这小衣架好看 然后你看这小狗窝 这傻味啊 这狗窝多长时间没洗了 大冷天你这味也太上头了 就是没害味了哈 我问问 第三步就是选衣服 多多我给你选了一个又搞笑又严肃的衣服 无法替代 那份最初的情怀 粉丝见面会来了 多多我已经打好招呼了 他们一定会对你非常的温柔 多多你赶紧离他们远点 你看他听说以前是笔熊 现在被录成这样 让你 你们放开那女孩 天呀这给你造的 我打破他们做 多多 我们改天一起吃饭吧要不 我今天就有时间啊 又不是你俩都有时间 都有啊都有啊 我真是服了 你请我都是你粉丝 你不用凶 在这找我啊 好谢谢 多多呢 又开始了 多多我过来救你 有过竞争 有过牺牲 你爱下雪过程 军犬训练 紧张啥呀 你这走一遍就会了 你咋那么笨呐 这玩意我闭眼都能跳过去 回家复盘 你说你身手不敏捷吧 只撕这么碎 这小关节肯定也没有问题 天天吃这个软骨醋 这里没有关节黄金三角 预防你的关节不舒服 每天都给你拌在狗粮里 一捏就水晶跟吃晚饭似的 咋了 你居然是个不睡别人床垫的硬骨头 还是你觉得只有傻子才跳 第一个出场的是断断 粉色系搭配堪称满美 南非真钻略显华贵 白粉水晶真会搭配 请评委打分 怎么才九分 不要气馁直接第二套 女佣装扮等你回家 回头一撇笑颜如花 很多小狗都穿裸里塌 但是我是我 她是她 请评委打分 还是九分 我们冷静分析下原因 你一定要记住 自信才是女孩子最美的武器 你看看你抖的 你是最棒的 又拿出所有的自信啊 今天带多多选二胎 为了不让多多孤单 今天打算给她选一只陪伴小猫 第一次试图靠近 我不发威力 当我特别吧 大战过后 家人们小奶猫是真打不过呀 这一天都做噩梦了 还是带她去看小奶狗吧 真是女明星 每次出门这么多东西 这样一只我可怎么办 还好咱尿它 谁 不特磨丢啊 哇 这里好大 当然了 这里随便装 再养几只都不怕 这车不错 让我开呗 能踩的油门吗 你有车快 没车高 除了屁股都是咬的 还要开车 你可得了吧 看到视频吧 它可有意思了 我帮你划过去 你就在这享受吧 跟头脑仓似的 等到地方我叫你啊 这座椅给它输入费的 嘟嘟 我们到了 让那些小奶狗颤抖吧 我给你吧 不好意思啊 二胎养不了 那就养二货吧 回家后 你有病吧 唐猫的 谁把我头儿也弄倒了呀 哦 你这小表情的傻意 怎么还有点小残愧的 不会是你吧 不可能 你这么可爱 温柔善良聪明大方 怎么可能是你呢 对不对 你在舔什么 哦你的舔不知耻啊 你怎么知道 我保育卡昨天到期 你特意挑今天都坏的 对不对 是这个爪弄的吧 多多啊 哦 那我就知道了 那就只能用这只爪 结束我们短暂的缘分咯 这一要多年妇女关系 多多怎么这么开心呀 现在就差你的心 主人在上面签字了 那多多我就祝你 虔诚四斤一片光明 这美女你信我 你就买这件 你看尺寸不刚刚好吗 又显身材 又瘦度的 对不对 来我看看大小怎么样 哎呀妈 这尺寸正正好好的 哎呀妈 这衣服也太显腿形了 显得多长多直啊 跟连倒是吧 更快的是的 还在说平时健身呢 我咋知道 你看你肚子晕现有多明显 那附着多少汗水 你老自律了你得 孩子我跟你说 最主要是啥 最主要是你白 你本来就冷白皮 你穿着衣服更显白 真的你就穿 拿回去穿吧你就 养之全宝最粘人的狗 是什么体验 这两天总梦到胸口最大时 直到我装了这个监控器 前边在我脚边狗狗碎碎 后边也直接压到了胸口上 导致我呼吸急速 手都动了一下 但其实这才是我摸到 胸口最大时的原因 不是我在这拉屎 你在这等着吃呢是不是 你还在那上去 你不走是不是 你别会回 你昨晚吃火锅去了 你是不是以为 只有你会捏人呢 咋还给孩子整衣帽了 真的不在我头是 哦对对 最复杂的自己 最时空的回忆 宠物博主就知道在家里拍视频 有本事来海南把我腿毛 哈哈 都啊 这是你爸 你真来了 可是你最好说 我操 爸 爸 我们要走了 你不说过二十五走吗 他是不是生气了 都都 爸 快走了你跟多多拍个照片呗 你就这么抱着他别动啊 就跟小孩似的 哎 准备好 我抱你也拍一张呗 你可拉倒吧 我都多大了 爸 我们要走了 多多衣服都穿好了 你是不是也舍不得爷爷 照顾好自己 我走了 走了 走了 其实我不洒脱 只是装英雄 我像英雄 那么爱你 怎可能 一滴泪没有 我说我会再牵手 有很多人等候 怎么能带狗上飞机 跟你坐在一起 马住马住开始 看下这个标志了吗 没有错 我们做的事 只有这些城市可以去 我是一二三截图 来 一二三截图 当然了 也不是所有的狗都可以去的 这些狗都去不了 一二三截图 如果这些你都满足了 那你要去准备这些东西 我们以上海为例 首先你得有这个 还有这个 打电话给动物检疫局 告诉他你的航名号 然后办理后备的这个检疫证明 办完以后给航空公司打电话 他会给你发短信 然后让你上传你的证明 确定午后 就可以预定宠物 进客舱的位置了 注意一架飞机只能带两只狗 一个人只能带一只 恭喜你快成功了 现在你只需要准备 以下几个东西 首先就是包尺寸在这截图 然后你需要准备的的是 让它变成压嘴兽的橡胶嘴套 还有一片 忍辱负重的八度空间纸尿裤 并且还要穿一件衣服 然后就是去缴费 金额在这 工作人员会带我们去安检 然后上飞机 记住只能做最后一排 这三件事绝对不能做 第一给它喂水 第二给它喂饭 第三把飞机窗户打开透气 你一定好奇 在飞机上会哭呢 我们会不信你看